买显示器时 你选择IPS TN 还是最近爆火的Oline呢 其实答案就藏在这个表格当中 你甚至可以粗暴的归类呗 你设计师 你就选IPS FES游戏玩家 你就选TN 不差钱用户 随便 可以买高端Oline 但是你发现没有 还有一种并没有进行归类 那就是VA系列 今天我们先聊聊聊 近两年很少有人推荐 但确实很重要的面板 VA和它的升级 HVA 各位男朋友好 我是黑客机阿博 小同学 这是先提个假 因为本人只是硬件爱好者 硬件参数 或者其他不对的地方 先从关照 首先 我们可以从图表中看到 VA它的优点 在于高对比度 高取率 尤其是在看电影 或者是玩其他 安场游戏的时候 沉浸感会好很多 画面会更细腻 不过呢 它的问题也很明显 比如显然时间剧嘛 动态画面时 拖影严重 这对FPS预计玩家来说 实际上灾难 目前还在坚持 游戏威音面板呢 也就三星了 其他厂家要不放弃VA 要不用HVA来特定VA 那么什么是HVA呢 它是VA的一种改进技术 它的出现 主要是为了克服VA的高拖影 和提高刷新率 兼顾更多的游戏场景 它的优点很多 比如高对比度 HVA延续了VA面板的传统优势 高对比度啊 3000比1起步 4000比1 更是佳神便饭 它的画面表现非常优秀 比传统的VA更接近APS 挥机的过度更加平滑 由于它软面的特性 可以轻松做到 颜值超高的曲面品 比如你只要1000块钱 就能轻松做到 34英寸21B9的曲面品 沉浸感超强 装逼度万分 三 刷新率高 现在已经可以做到 120Hz 165Hz 甚至240Hz了 缺点有很多 比如显然时间 仍然不如Fast的IPS 我说的是Fast的IPS哦 其实目前来看 HVA和IPS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是重度 FPS有些玩家来说 你会感觉的比较明显 二 面板比较脆 经过粉丝晚会 没有原包装的时候 搬家 你轻松就给它干碎 所以移动时 需要很小心 三 急汗环境下 可能会出现某些问题 超低温情况下 可能会出现花瓶 需要升温才能恢复 比如你拿个吹风机 吹热它就没问题了 但是你也不用过分担心 这种情况下 一般出现冷 但还没有暖气的地方 所以北方有暖气 不用担心 南方温度真的很高的地方 也不用再担心 出的再多 都不是大家看看 真机的实际情况 具体讲一讲 使用当中的有缺点 所以 我弄来了一台 拓不深的 GX341WQR 这是一款34英寸 21B9的HVA显示器 转4K 180Hz刷新率 价格简为1087 这个价格 在IPS面板当中 你基本只能买到 2线27英寸 2K高刷显示器了 首先 包装方面 由于HVA气候转 所以包装都做得非常严实 这次拓本身的包装不错 值得好评 我们来看一下配件 电源24V4A 最高输出96瓦 说明书 TPC 燃线金属支架 神价支柱 东西给的还是很全的 尤其我选的是白色涂装 曲面屏 待遇屏一放 这个逼格 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们来看看结构 一个HDMI 一个DP 两个USB 一个全功能Type-C 一对AO 这实话 我是没想到 一个1000出的对显示器 能给全功能C口 只是按键 还是传统的过载片按键 这个比较可惜 那么装机 四门 开机 整体颜值超高 能做到高取率 大尺寸 高度比度 同时还价格便宜的 这就是HCVA的独家优势 使用圆中线的情况下 可以实现3440x1440 180Hz高刷 但是我在游戏测试当中 发现180Hz时 即使OD档位为高 它的延迟左右两边 还是有点包涨 基本FPS游戏玩家 属于不肯用的状态 但观影半工还可以 查了一下 这个不是个例 还是技术问题 不过进攻测试 当刷新率调到144或者120的时候 延迟明显好转 尤其是在CSGO UFO测试当中 表现就可以了 符合大多数游戏玩家的需求 但你说延迟比上FAST IPS 那也是出人出梦 但这IPS估计没什么问题了 而且 34英寸的曲面屏 你应该是去玩那种 非第一人称的游戏 它的游戏体验 不是那种24英寸 27英寸 小显示器给相信辩论的 这就是HVA在游戏方面的优势 观影方面 HVA就相当爆杀了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理论 你看看市面上90%的高刷电视 都是VA 在这台显示器上 在看21-9的电影 画面层次感非常强 相比IPS HVA的面板可以更好地展示二部细节 该色更沉碎 毕竟它对比度高嘛 而且亮度也不怎么丢失 这种沉浸感是IPS面板难以劈滴滴 俗话说大厂买服务 我喜欢买面板 我们打开工厂模式 面板是KTC的S324FU01-1 是原生165Hz 34英寸的曲面型 原生对比度是4000比1 那我们来实际测测试卡 素质到底咋样 实际色域99%的SRGB 76%的A2GB 77%的P3 普原中面板也描述一致 我觉得色域还是可以的 起码有99%的SRGB 色准就稍微差一点点 平均色域DeltaE 1.52 还行 就是蓝色偏异比较大 观感上会比较偏蓝 最大亮度308尼特 对比度2780比1 亮度和颜色均匀性上 普遍最下方这一块 是偏差比较大的 看来调教一般 那我们就给它校色一下 校色完成之后 色彩更准 平均DeltaE 1.38 蓝色偏移 少了很多 亮度也从308尼特 升级到了318尼特 对比度也变成了333比1 这会儿这个面板就好很多了吧 如果大家也需要这个校色文件 我会把它放在评论区 总结 HVA显示器 适合杂首玩家 它的对比度 4D表现 和多用途功能 很适合我们这种 又想买入器 又想办购物 还想看电影的用户 如果你的预算有限 你可以买有测试的这款 TOP深的QS321WQR 你要是觉得颜色不舒服 还可以用我的这个校色文件 那么到现在 你对HVA面板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大家一起评论区讨论一下 这里是黑客气区 阿普乔龙学 下期再见 再见